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 转化祝福的高手 有一本童话绘本 叫做短耳兔 里面描述一只兔子 它和一般的兔子不太一样 它的耳朵短短的 几乎是其他兔子耳朵的三分之一 加上身体圆圆肥肥的 一眼望去 马上就可以看出 这只兔子的独特 小的时候 这只短耳兔 不觉得自己和其他兔子 有什么不一样 但是随着年龄增长 它发现自己的耳朵 真的好短哦 虽然妈妈常常对它说 你的耳朵很特别 但是它只要一看到其他兔子 又长又白的耳朵 好心情立刻就消失了 于是这只短耳兔 开始尝试用各样的方法 像是吃很多 好让耳朵可以长大一点 或是跑去晒衣长 用晒衣夹夹耳朵 想把耳朵夹长一点等等 但没想到因为体重增加了 所以每次用晒衣夹夹耳朵 时都只有让耳朵更红肿 一点都没有变长 一点效果也没有 短耳兔很失望 但是它又想到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做一对假耳朵戴在头上 它用面本做了一对耳朵戴在头上 这样让它拥有一双又长又白的耳朵 它非常开心 但没想到 面本奶油双糖和麦芽糖的味道 引来了老鹰的注意 老鹰追着要抓它 它想要逃跑 但是因着沉重的面包耳朵而跑不快 就在要被老鹰抓住自己 面包做的耳朵断裂了 短耳兔赶紧抛下面包耳朵 躲在蘑菇里面 本来一次 因为耳朵短短远远的像蘑菇 反而让它逃离了老鹰的追杀 从此短耳兔再也不带假耳朵了 亲爱的朋友 你怎么看自己呢 在上帝的眼里 他看你是成功是得胜 可能你看自己没有别人好 或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长 然后上帝却不是这样看你 上帝对你的计划 心意是成功兴盛 就像故事里的短耳朵 他一直觉得自己的耳朵 又短又远比不上别人 然而正因为短耳朵的关系 反而让他躲过一次生命的危机 亲爱的朋友 上帝是将咒诅转为祝福的高手 所有的坏事 在他手中都可以转为好事 圣经里有一个人叫做基点 基点的个性是胆怯懦弱的 他常常就是躲在酒栅里面来打麦子 生怕被敌人看见发现 但上帝却对基点说 大能的勇士 别人以为的胆小鬼 上帝却称呼他是大能的勇士 以至于最后基点真的带领 以色列人成功的几百米店人 成为名副起始的大能勇士 亲爱的朋友 上帝就是这样看你的 他看你是刚强勇敢 看你是成功得胜 你的命运不是躲在酒栅里打麦子 而是大能的勇士 今天把自己的软弱不能都带到上帝面前 上帝是化咒诅为祝福的高手 他乐意祝福你 使你的人生是不断突破 迈向成功兴盛的人生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盾牌 我心里倚靠他就得帮助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 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